其朝阳作恶 净徒为丹厄 凡七年 校园皇帝上出元元年 鬼友 公元前四八年 春 正月 辛丑 藏孝宣皇帝于杜陵 设天下 三月 丙武 立皇后王室 丰后赋敬为杨平后 以三府 太常 郡国宫田及苑壳省者振业平民 私不满千钱者 父代种 十 封外祖父平恩代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家为平恩侯 下 六月 以民及义 令太官损善 简乐府员 省苑马 以朕困乏 秋 九月 关东郡 国十一大 水 姬 或人相识 转旁郡前谷已相救 上述闻郎邪王籍 共与皆明经结形 遣识者争知 即道病足 与智 拜为贱大夫 上述虚疑问以正事 与奏言 古者人均节俭 十一而睡 王他复义 故家给人足 高祖 孝文 孝景皇帝 宫女不过十余人 旧马百余匹 后世争为奢侈 转转一圣 臣下一厢放孝 臣于以为如太古难 以少放古以字节焉 方经公事已定 无可奈何以 其余尽可减损 故时其三福官 输物不过十四 方经其三福官 做工各 数千人 一岁废数巨万 旧马十速将万匹 五帝时 又多娶好女至数千人 以田后宫 集弃天下 多藏金钱 财物 鸟寿 于别凡百百九十物 又皆以后宫女至于园林 至孝宣皇帝时 陛下恶有所言 群臣亦随故时 甚可痛也 故使天下成化 娶女皆大过度 诸侯妻妾获至数百人 毫富力民处歌者至数十人 是以内多怨女 外多矿夫 集中树藏埋 皆须地上以实地下 其过自上生 皆在大臣寻故时知罪也 为陛下身茶古道 从其简者 大简笋乘于浮育器 物 三分去二 择后攻险者 留二十人 于西归之 集朱陵园女无子者 以西浅 旧马可无过数十匹 独舍长安城南院地 以为田列之幼 方金天下积锦 可无大自损简以旧之称天一乎 天生圣人 盖为万民 非独始自于乐而已也 天子纳善其言 下诏 令诸公管西玉姓者物善至 太仆捡古时马 水横省肉时寿 陈光曰 忠臣之士君也 则其所难 则其意者不劳而正 补其所短 则其长者不劝而遂 校园建卫之初 虚心已问语 语仪先其所及 后其所缓 然则悠由不断 禅令用权 当时之大患也 而语不以为言 恭敬节俭 校园之素质也 而语滋滋而言之 何哉 时语之志足不以之 污德为贤 之而不言 为罪欲大义 匈奴呼喊也单于赴上书 言民众困乏 赵云忠 五元俊转古二万胡已给之 试岁 初至物己校尉 使屯田车师故地 校园皇帝尚出元二年 甲虚 公元前四七年 春 正月 上行信甘拳 交太制 乐陵侯使高以外 属领尚书氏 前将军萧望之 光禄 大夫周刊为之父 望之明如 与刊皆以师父久恩 天子任之 树燕见 言至乱 陈王氏 望之选白宗氏明经有行散起 见大夫留更生给侍中 与侍中经常并施以左右 四人同心谋意 劝导上以古志 多所欲匡正 上甚相纳之 使高充畏而已 由此与望之有戏 中书令红功 徒叶时显 自宣帝十九点书记 明习文法 帝极位多极 以显九点事 中人无外党 金砖可信任 遂为乙正 事无小大 阴显白绝 贵姓清朝 百辽皆竟是显 显为人巧会习事 能申得人主威止 内申贼 使诡辩 以重伤人 武恨雅字 则被以威法 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 议论常读持故事 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 使放纵 又急功 显善权 见白已为 中书正本 国家书记 亦以通明公正处之 五帝游宴后庭 雇用患者 非古至也 宜霸中书患观 因古不尽行人之意 游氏大宇高 功 贤武 尚初即位 谦让 众改作 意久不定 出流更生为宗正 望之 看述见明如 茂财已被见官 快计正彭音域 赴望之 尚书言车骑将军高潜克为 监力郡国 即延许 使弟子罪过 张氏周刊 刊白 令彭代赵金马门 彭奏寄望之曰 金将军归府 云若管 燕而休 随行日则 至周 赵乃流呼 若管 燕而休 则下走将归严陵之高 莫齿而已已 如将军兴周 赵之一夜 亲日号之监听 则下走其树积苑 截区区奉万分之一 望之使见彭 接待一意 后知其倾斜 绝不与通 彭 楚氏 怨恨 更求入许 使 推索延许 使使 曰 接周刊 刘耕生教我 我 关东人 何以知此 于世事中许张白见彭 彭出 扬言曰 我见严前将军小过五 大罪一 待照华龙行污秽 欲入刊等 刊等不纳 亦与彭相结 功 显令二人告忘之等谋欲罢车其将军 书退许 始状 厚望之出修日 令藤 龙上之 世下红公问状 望之对约 外妻在位多奢淫 欲以匡正国家 非为邪也 功 显奏 望之 堪 更生彭党相称举 树赠肃大臣 毁离亲戚 欲以专善权世 未臣不忠 乌上不道 请业者照致庭尉 十 上初即位 不省照致庭尉为下欲也 可其奏 后上照刊 更生 曰 细欲 上大经曰 非但庭尉问邪 以则功 显 皆扣头谢 上曰 令出世事 功 显依实史高言 上心即位 未以德化闻于天下 而先宴师父 即下九卿 大夫欲 宜因绝勉 于是至兆丞相 欲使 前将军望之 赋阵八年 无他罪过 今世久远 十望难鸣 其奢望之罪 收前将军 光露薰印寿 其刊 更生皆免为数人 二月 丁寺 立地尽为清河王 雾武 隆西地震 拜成锅 巫氏 压杀人众 三月 立广林立王子霸为王 照霸黄门成于狗马 水横尽幼 宜春夏苑 少府赐飞外池 言语池田贾语贫民 又照射天下 举茂财义等 直言极见之事 下 四月 丁寺 立子傲为皇太子 代照正彭建太元太守张场 先帝明臣 一父父皇太子 尚已问萧妄之 妄之以为场能力 认智凡乱 才清 非师父之气 天子使使者争场 寓以为左逢义 惠并足 照此消忘之绝观内侯 己是 中 昭朔旺 观东基 其地人相识 秋 七月 己有 帝复阵 尚复征周刊 刘庚生 寓以为贱大夫 红公 时显白 皆以为中郎 尚其众消忘之不已 寓以以为乡 弓 弓 显及许 十子帝 世中 朱曹皆 側目于望之等 更生乃使其外亲上便是 炎帝阵带为弓等 不畏三独夫洞 臣于以为夷退弓 显以张必善之法 尽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 如此 则太平之门开 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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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奏 弓 显以其更生所为 白琴考兼诈 此 果福 遂待更生细域 免为数人 慧望之子散其 中郎人 即义上书 颂望之前事 世下有思 附奏 望之前所作明白 无赠塞者 而教子尚书 称隐亡姑之师 师大臣体 不敬 情代补 洪功 实贤等之望之素高洁 不屈辱 见白 望之前性格不作 赴赐决意 不悔过福罪 身怀怨望 教子尚书 归非于上 自以托师父 终必不作 非颇趋望之于牢狱 在其样样心 则圣朝无以施恩厚 尚曰 萧太傅宿刚 安肯就立 贤等曰 人命 至重 望之所作 与言薄罪 必无所忧 尚乃可其奏 冬 十二月 贤等风照以赴业者 赤令赵望之首富 因令太常即发之金无车 其持为其地 使兜至 赵望之 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诸云 云者 好劫是 劝望之自财 于是望之仰天探曰 曰 无常被畏将相 年于六十以 老入牢狱 苟求生活 不亦比乎 自卫云曰 由 去何要来 无久留我死 静隐究自杀 天子闻之经 俯首曰 难顾已其不救牢狱 果然杀无贤妇 适时 太官方上咒食 尚乃却时 未知替气 哀动左右 于是赵贤等 则问一意不详 皆免官谢 良久然后已 尚追念望之不望 每岁时浅使者 慈济望之种 中帝之士 陈光曰 甚以校园之为君 亦妻而难悟也 夫公 显之赞肃望之 其邪说诡计 成有所不能辨也 至于使一望之不肯就欲 公 显已为必无忧 以而果自杀 则公 显之七亿明以 在中至之君 孰不敢动奋发 以止邪臣之法 校园则不然 虽替其不时已伤望之 而中不能诸公 显 才得其免官谢而已 如此 则奸臣安所成乎 是始公 显得似其邪心 而无负忌惮者也 誓岁 鸿公病死 始显为中书令 初 五帝徽南岳 开至朱崖 丹尔郡 在海中洲上 立足皆中国人 多亲灵之 其民意暴恶 自已阻绝 数饭力尽 率数年一反 杀利 汉哲发兵姬定之 二十余年间 樊六反 至宣帝时 又再反 上即位之明年 朱崖山南县反 发兵姬之 朱县更盼 连年不定 尚伯谋于群臣 欲大发君 代照贾娟之曰 陈文瑶 顺 与之盛德 地方不过数 千里 西被流沙 东见于海 朔南寄生教 言欲宇生教则致之 不欲宇者不强制也 故君臣歌得 寒气之物各得其夷 五丁 成王 因 周知大人也 然地东不过江 黄 西不过低 腔 南不过满京 北不过朔方 是以颂声并作 是听之类贤乐其声 岳长是众九亿而献 此非兵阁之所能制也 以至于秦 新兵远攻 滩外虚内而天下溃盼 孝文皇帝言武行文 当此之时 断玉数百 父亦清俭 孝武皇帝立兵 麻以嚷四疑 天下断玉万数 父凡义重 寇贼病 喜 君旅数发 父战死于前 子斗伤于后 女子成亭杖 孤儿好于道 老母 寡妇隐气相哭 是接阔地太大 征法不休之故也 今关东民众酒困 流离道路 人情莫亲父母 莫勒夫妇 至嫁妻麦子 法不能禁 义不能止 此设计之优也 今陛下不忍眷眷之份 欲驱事重己之大海之中 快心幽明之地 非所以救助激谨 保全圆圆也 诗云 淳耳瞒精 大邦为仇 言圣人起则厚福 中国衰则先判 自古而患之 何况乃富其南方万里之蛮忽 落月之人 父子同川而遇 向习以鼻隐 与秦寿无义 本不足俊献之也 专专独居一海之中 雾露气失 多毒草 虫舌 水土之害 人未见乳 战时自死 又非毒株雅有株 西 戴茂也 弃之不足西 不饥不损微 其民辟由于憋 何足滩也 臣妾遗亡者枪君言之 道师曾为一年 兵出不渝千里 费四十余万万 大思农前进 乃以少辅尽前续之 夫亦于为不善 费上如此 旷于劳师远功 王氏无公乎 求之亡谷则不和 失之当今又不便 臣于以为非官代之国 于 共所及 春秋所至 皆可且无以为 怨遂弃诸崖 专用续关东为忧 尚以问丞相 御史 御史大夫陈万年 已为当机 丞相于定国已为 前日新兵鸡之连年 护君都尉 校尉及承凡十一人 还者二人 足世纪转书死者万人以上 费用三万万余 尚未能尽将 金关东困乏 明南窑洞 捐之义士 尚从之 捐之 假义曾孙也 校园皇帝尚出元三年 已害 公元前四六年 春 赵曰 朱雅鲁沙利民 背叛违逆 今庭义者或言可饥 或言可守 或欲弃之 其指各书 朕日夜为思义者之言 修微不醒 则欲诸之 胡怡辟难 则守屯田 通于十遍 则忧万民 夫万民之饥饿 于远瞒之不讨 微熟大焉 且宗庙之计 凶眠不备 曠乎辟不闲之辱灾 今关东大困 仓库空虚 无以相善 又以动兵 非特劳民 凶眠随之 其霸朱雅郡 民有慕易欲内属 便处之 不欲 不强 下 四月 以莫会 茂林白鹤管哉 涉天下 下 汉 立长沙阳王帝 宗为王 常信少府共 于上岩 朱黎公及常乐公位 可俭其太半以宽遥义 六月 赵曰 朕为征术之姬寒 远离父母妻子 劳于非夜之作 未于不居之宫 恐非所以左阴阳之道也 其霸甘权 建章公位 令就农 百公各省废 调奏 无有所惟 誓岁 尚父卓周刊为光禄勋 刊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 己事中 大见信任 校园皇帝上出元四年 丙子 公元前四五年 春 正月 上行信甘权 校太至 三月 行信河东 辞厚土 设坟殷土 校园 皇帝上出元五年 丁丑 公元前四四年 春 正月 以周子南君为周成修侯 三月 上行信雍 此五至 下 四月 有兴被余身 尚用诸如贡余等之言 赵太官无日杀 所据各简半 乘于莫马 无法正视而已 大脚底 上林公管西御姓者 其三福官 北甲田官 岩铁官 常平仓 博士弟子吴志源 以广学者 令民有能通一经者 皆赴 省刑罚七十余事 陈万年族 六月 新有 常信少府共语为御史大夫 与前后言得诗书数十 上 上加其至职 多采用之 匈奴至之 单于自已道远 又怨汉拥护呼喊爷而不住己 困辱汉使者前将来使等 前使奉献 因求世子 汉亦前为司马古籍送之 御史大夫共语 博士东海匡衡以为 至之单于香化莫唇 所在绝远 以令使者送其子 至塞而还 吉尚书言 中国与以敌有鸡迷不绝之意 经济养全其子十年 德则甚厚 空绝而不送 尽从塞海 士气捐不处 史无相从之心 气前恩 立后愿 不便 一者见钱将乃无应敌之术 至永俱 困 以至耻辱 其欲为陈忧 臣信得见强悍之劫 成名圣之兆 轩欲厚恩 不以感劫 若怀秦寿心 家无道于臣 则丹于常应大罪 必顿陶远舍 不敢进边 没意识以安百姓 国之祭 臣之愿也 愿送到亭 上许焉 祭道 至之丹于怒 竟杀吉等 自知富汗 又闻呼寒也一强 恐见袭姬 欲远去 惠康居王术为乌孙所困 与朱熙侯记 已为 匈奴大国 乌孙速服属之 今至之丹于困在外 可迎至东边 使和兵取乌孙而立之 常无凶忧以 即使使 道坚坤 通与智之 智之素孔 又怨乌孙 闻康居记 大说 遂与相结 引兵而息 智之人重中寒道死 余才三千人 道康居 康居王以女妻智之 智之亦以女语康居王 康居慎尊敬智之 欲以其威以邪诸国 智之术借兵姬乌孙 深入至古城 杀掠迷人 区序产去 乌孙不敢追 西边空虚不拘折五千里 冬 十二月 丁末 共语足 丁以 常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校园皇帝上永光元年 雾吟 公元前四三年 春 正月 尚行信 甘全 焦太志 誓必 音流涉猎 薛广德尚书曰 窃见关东困疾 人民流离 陛下日状王秦之中 聽政 畏之乐 晨诚道之 金氏族暴露 从关牢圈 愿陛下即返功 思与百姓同幽乐 天下姓慎 尚即日还 二月 赵 丞相 御史举至谱 敦厚 训让 有行者 光露遂以此颗地狼 从关 三月 射天下 雨雪 允霜 沙桑 丘 上昼即宗庙 出遍门 玉玉楼船 薛广德当乘于车 免官遁守曰 宜从桥 赵曰 大夫官 广德曰 陛下不听臣 臣自吻 以雪乌车轮 陛下不得入庙已 尚不说 先驱光路大夫张猛进曰 臣闻主圣臣指 成传威 就桥安 圣主不成威 玉石大夫言可听 尚曰 小人不当如是邪 乃从桥 九月 允霜沙架 天下大鸡 丞相于定国 大司马 车骑将军使高 玉石大夫薛广德 具已栽一起海骨 四安车 四马 黄金六十斤 霸 太子太父为玄成为玉石大夫 广德规 献其安车 以传世子孙为荣 帝之为太子也 从 太中大夫恐霸受尚书 即即位 四霸绝观内侯 好包成君 己事中 尚遇至霸相位 霸为人千退 不好权势 常称爵位太过 何得以堪之 欲使大夫履缺 上折欲用罢 罢让位 自臣至于再三 上身之其至成 乃服用 以示敬之 赏赐甚厚 勿子 世中 魏魏王皆为大司马 车戒将军 史显淡周刊 张蒙等 数赠毁之 刘更生俱其轻微 上书曰 陈文顺命九官 己己相让 何之至也 众臣何于朝则万物何于也 故萧少九成 凤凰来宜 至周幽 立之计 朝廷不和 转向非苑 则日月博时 水泉沸腾 山谷易处 双将师姐 由此官之 何气至祥 乖气至义 降多者其国安 义重者其国威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义也 今陛下开三代之夜 招文学之事 悠游宽容 使得并进 金贤不孝混淆 白黑不分 邪政杂柔 忠禅并进 张交公车 人满北军 朝臣传武 焦力乖辣 更相禅塑 转向是非 所以迎获耳目 敢移心意 不可胜在 分曹未党 往往群鹏将同心已献正臣 正臣 近者 至之表也 正臣献者 亂之姬也 成至亂之姬 未知熟润 而在意数见 此臣所以寒心者也 出源以来六年以 按春秋六年之中 再意味有仇如今者也 原其所以然者 由禅邪并进也 禅邪之所以并进者 由尚多疑心 既以用贤人而行善政 如获赠之 则贤人退而善政还以 夫之胡怡之心者 来禅贼之口 持不断之意者 开群网之门 禅邪进则众贤退 群网圣则正是消 故意有否 太 小人道长 君子道消 则正日乱 君子道长 小人道消 则正日至 西者滚 贡公 欢兜与顺 与杂楚遥朝 周公与管 蔡并居周魏 荡氏时 蝶尽相悔 流言相棒 其可盛道哉 帝遥 成王能贤顺 与 周公而消贡公 管 蔡 故以大志 荣华至今 孔子与记 孟邪氏与鲁 李思与书孙俱 御患于秦 定公 始皇贤记 孟 李思而萧孔子 淑孙 故以大乱 污辱至今 故至乱荣辱之端 在所信任 信任即贤 在于坚固而不移 诗云 我心匪实 不可转也 严守善读也 一曰 换汉其大 好 言好令如汉 汉出而不凡者也 今出善令未能于施而返 是反汉也 用贤未能三寻而退 是转时也 论语曰 见不善如探汤 今二府奏宁周不当在位 历年而不去 故初令则如反汉 用贤则如转时 去令则如波山 如此 望阴阳之调 不亦难忽 是以群小窥见见系 原是文字 巧言仇底 流言 非文华于民间 故诗云 忧心悄悄 孕于群小 小人成群 成足运也 西孔子语言渊 子共更相称欲 不为彭党 语 既与高桃传相及 以 不为彼舟 何则 忠于为国 无邪心也 今命邪与贤臣并交己之内 何党共谋 为善依恶 赦赦子 述赦危险之言 欲以轻以主上 如忽然用之 此天地之所以先界 在意之所以重之者也 自古名圣位 有无诛而至者也 顾顺有四方之法 孔子有两官之诛 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 成身思天地之心 兰否 太之卦 立周 唐之所以为法 原秦 鲁之所消以为戒 考降应之福 省灾意之祸 以魁当事之便 放缘宁邪之党 坏散 险避之巨 渡避群网之门 方开众政之路 绝断胡怡 分别犹豫 便是非秉然可知 则百亿消灭而众详并至 太平之机 万事之利也 显见其书 欲与许 使彼而愿更生等 誓岁 下寒 日清无光 险及许 使皆严堪 蒙用事之旧 尚内重堪 又患重口之浸润 无所取信 使长安令阳兴以才能信 常称欲堪 尚欲以为助 乃见问兴 朝臣寅寅不可光露勋 何爷 兴者 清巧事 为上一堪 音顺指曰 堪非独不可于朝廷 自周里亦不可也 臣见众人文堪 与刘更生等谋回骨肉 以为当诸 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诸商 为国养恩也 尚曰 然此何罪而诸 今宜奈何 兴曰 臣于以为可赐绝观内侯 十亿三百户 悟令典是 民主不失师父之恩 此罪策之得者也 尚于是一之 私立校尉狼邪诸葛峰 十亿特立刚直著名于朝 恕侵犯贵妻 再未多言其短 后座春夏戏至人 喜城门校尉 封于是尚书告刊 猛醉 尚不执封 乃至兆御史 承门校尉封 前宇光禄勋 光禄大夫猛在朝之 十 述称言堪 猛之美 封前为私立校尉 不顺四十 修法度 专作科报以或虚微 朕不忍下力 以为承门校尉 不内省诸己 而返怨堪 猛以求报举 告案无证之词 抱扬难厌之罪 毁誉自义 不顾前言 不信之大也 朕连锋之其老 不忍加行 其勉为数人 又曰 封言堪 猛真信不利 朕敏而不至 又惜其才能为有所孝 其左千堪为何东太守 猛怀礼令 陈光曰 诸葛封之于堪 猛 前欲而后悔 其至非为朝廷尽善而去奸也 欲彼周 求敬而已已 四亿正藤 阳心之流 污在其为刚之哉 仁君者 查美恶 便是非 赏以劝善 法以成奸 所以为至也 使封言得实 则封不当处 若其污妄 则堪 猛何孤焉 今两则而聚弃之 则美恶 是非果何在哉 甲娟之于阳心善 娟之数短时险 已故不得观 西附近见 心心已才能得性 卷之为心曰 京兆隐缺 使我得见 言君兰 京兆隐可立得 心曰 君房下笔 言与妙天下 使君房为尚书令 圣五路充宗远慎 卷之曰 令 我得待充宗 君兰为京兆 京兆 郡国守 尚书 百官本 天下真大志 事则不得以 捐之附短时险 心曰 险方贵 尚信用之 今欲尽 弟从我记 且与何意 即得入矣 捐之即与心 共为剑险奏 称欲其美 以为一次绝观内侯 尹其兄弟以为诸曹 又共为剑星奏 以为可适守经兆隐 始显闻之 白之上 乃下心 捐之欲 另显至之 奏心 捐之怀诈尾 更相见欲 欲得大位 往上不道 捐之静作弃士 新昆前为成诞 陈光曰 君子 以正攻协 尤据不克 旷捐之以邪攻协 其能免呼 喜清河王 敬为中山王 匈奴呼 韩爷 丹于民众一圣 在下秦授尽 丹于足以自卫 不畏至之 其大臣多劝丹于北归者 九之 丹于敬北归庭 民众稍稍归之 其国岁定 校园皇帝上永光二年 吉卯 公元前四二年 春 二月 赦天下 丁有 御史大夫为玄成为丞相 又扶封正弘为御史大夫 三月 仁虚朔 日有时之 下 六月 赦天下 尚问给世中 匡横以地震日时之便 横上书曰 陛下公圣德 开太平之路 米于立民处法抵禁 比年大赦 使百姓得改行自新 天下姓慎 臣妾建大赦之后 兼邪不为衰旨 今日大赦 明日犯法 相随入狱 此代祷之未得其物也 今天下俗 贪财建议 好生色 尚齿迷 亲戚之恩伯 婚姻之党龙 苟何侥幸 以身设立 不改其缘 虽碎设之 行由难使错而不用也 陈宇已为一一旷然大便其俗 夫朝廷者 天下之真干也 昭有变色之言 则下有争斗之患 尚有自专 之事 则下有不让之人 尚有克胜之作 则下有伤害之心 尚有好力之臣 则下有盗窃之民 此其本也 至天下者 神所上而已 教化之流 非家治而人说之也 贤者在位 能者不止 朝廷重礼 百聊敬让 道德之行 由内及外 自尽者使 然后民之所法 千善日 敬而不自知也 施曰 商议意义 四方之吉 金长安 天子之都 清城圣化 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 郡国来者无所法则 或见齿迷而放效之 此教化之原本 风俗之书姬 宜先政者 也 沉闻天人之计 精进有以相当 善恶有以相推 是作忽下者向动忽上 因便则静者动 阳臂则明者眼 水汗之灾随泪而至 陛下之位天界 埃米圆圆 遗生米利 考制度 近中正 圆巧宁 以重制人 匡师俗 道德鸿于精师 书问阳呼江外 然后大话可成 礼让可兴也 尚说其言 千恒为光路大夫 尋悦论曰 膚射者 全时之疑 非常典野 汉兴 成秦兵阁之后 大于之事 比乌可行 故设三章之法 大赦之令 当敌惠流 与民更使 十 世然也 后世成夜 夕而不革 诗诗意义 若惠 文之事 无所设之 若孝景之时 七国皆乱 一心并起 奸诈非一 其武帝末年 父义凡兴 群道并起 家以太子之事 巫谷之祸 天下芬然 百姓无聊 人不自安 其光武之计 拨乱之后 如此之笔 夷为涉矣 秋 七月 龙溪枪山解庞种反 照照丞相为玄成等入议 事实 遂笔不登 朝廷方以为忧 而遭枪辩 玄成等默然 默有对者 又将军逢奉誓曰 枪鲁尽在境内被判 不以实诛 无以 威至远瞒 臣愿帅师讨之 尚问用兵之术 对曰 臣文善用兵者 亦不在心 梁不三载 故师不久报而天诛极绝 亡者数不料敌 而失智于者伤 再三发调 则旷日繁废 威武亏矣 金凡鲁无律三万人 法当备 用六万人 燃枪戎 公毛之兵耳 气不犀利 可用四万人 一月足以绝 丞相 御史 两将军皆以为 民方收敛十位可多发 发万人屯首之 且足 奉事曰 不可 天下被激紧 是马雷号 首战之被酒肺不减 以敌有清边力之心 而枪首难 今以万人分屯数处 鲁剑兵少 必不畏惧 战则错兵并施 守则百姓不救 如此 妾弱之行箭 襄人成立 诸种并何 相善而起 尘恐中国之意不得止于四万 非才必所能解也 故少发失而旷日 与一举而极绝 利害相万也 故争知 不能得 有诏 亦二千人 于事前奉事将万二千人起 以将屯为名 典属国任立 护军都位韩昌为偏臂 到隆西 分屯三处 昌先前两孝位与枪战 枪鲁胜多 皆为所破 杀两孝位 奉事聚上地形不重多少之 即 愿意三万六千人 乃足以绝世 书奏 天子大为发兵六万余人 八月 拜太常一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已驻之 冬 十月 兵闭至隆西 十一月 并进 枪鲁大破 斩首数千集 于阶走出赛 兵位绝间 汉复发目视万人 拜定襄太守 韩安国魏建威将军 魏晋 文枪破耳环 召霸力士 脱流屯田 被要害处 上一章 中文字幕提供